同学们你们好,咱们芒果db的第15讲,就来聊一聊cursor,这个也可以翻译叫光标,或者是游标 这东西有什么用呢?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数据集,可能比较复杂的结构,也可能很简单,比如咱们顺序的放几个 也可能是咱们比如说是链表的显示,放几个,也可能是这个tray的显示,对吧,咱们存储数据 那我们真把这个数据拿到之后啊,我不管你内部结构,我就是一条一条的拿出来,或者显示给你,或者给你用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cursor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目的,不管你内部情况,我统一的这个帮你拿出来 那芒果db中我们cursor在哪?其实我们已经用了非常非常多次了 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法单独拿出来,咱别的不说啊,就说咱们这个fine 其实芒果db这个客户端,你可以define的一个变量,我们这个variable,cursor,它等于什么呢? 如果学过js的同学,这个比较熟悉啊,就是你外后面加一个变量名 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查询啊,本来这不是应该返回一些 就是,这个应该返回咱们数据库里所有的记录,对不对?其实它是个cursor,它不是真的我数据都给你 那我们看看啊,cursor等于它,那cursor是什么呢?我们先看,它有一个方法,叫quant 有6个,就是我们6条记录,那还有一个方法,就大家学过一些高剧眼会比较熟悉 对于这个iterator啊,或者是cursor,它有没有下一个,是true,那我下一个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哟,答应出来了,是什么东西啊,看,张三,实际就是我们的第一条记录,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名字是张三,清华大学,它的日本拉开了一点啊,其实数据一点没变 它这个选了几门课,芒果DB和Java,年龄和GPA都在这儿 那我再next一把,这应该出里四,打开是不是,里四出来了,对不对? 我再next一把,就往二,第三个记录出来了 其实可以给大家再,再学一个方法啊,objects left in batch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里边还有几个啊,现在我们用了三个了,对不对? 应该里边还有三个,就是三个,就是我们这个还可以再往下叠再三次 那其实吧,咱们可以写再复杂一点啊,咱们不是 咱们那console可以写这个GS的这种基本都支持,我们写个循环 如果有next 这是while循环,如果说它这个while会被小括号有循环,条件一直处的话,这个循环会一直继续 好,滑滑滑起来,循环体,把它打印出来吧 咱们cursor.next,拿下一个 然后,只打name 就把后边三个同学,小牛,小马,小猪给打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课程就被我们用完了 我们要heath next看看 就是false了,再也没有记录可以给你了 其实呢,我们这个,原来啊,那些,许的那些scape,limit,都是cursor下的方法 还包括next,我们就可以看了,cursor,点 刚才我把这个cursor又重新给出水化了一下,又等于这个dbfand 然后cursor.limit,拿两条 张三离四 其实就是它下边的方法 那我还可以把cursor变成一个数组 cursor.tory 它就变成了一个数组 那它这个变成数组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重新写一下,刚才dbf我用掉了 cursor,然后cursor.tory 我可以拿第三个 直接去吧 其实这个我写三是第四个,因为0123嘛 就把这个第四个小牛给拿出来 好 但是 不至于此啊 我们还可以讲点更深的 咱们不是这个cursor.tory dbfand 我可以吧 让它这个 map一下 咱们也别定义了,直接这么写吧 放在这个cursor.tory map map是干嘛的 map这个方法,你要传一个function 它其实可以帮你转换数据 它其实可以帮你转换数据 那这个function干嘛呢 其实function传一个doc 就是说 它会把这个你cursor里边的每一个的每一条记录 都处理一下 我们这里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把这个doc的name拿出来了 它就等于啊 把我们查询,本来不是查询出来好多东西嘛 那个document的这个集合 那也可以理解成投影啊 这跟我们前面去用过投影比较像 我们只把name拿出来 组成一个数字 这有时候做数据处理出来挺有用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处理 还刚才那个 咱们这回啊 要name 然后再gpa 然后咱们这个gpa呢 咱们处理一下 咱们处理一下 咱们的换成百分之 那就除以4 再乘100 我又哪里写错了 这少些了个话括号 除以4乘100 其实就等于把这个 张三对吧 名字拿出来 然后它的gpa 映射到了从0到100的这个分数上 不然它不是比如说三点几几这种 abcd那种gpa那种 那现在咱们换成百分之 对吧 张三是这个 本来它是3.9几的gpa 现在变成99.25分 不是很科学 但是咱们可以就这么随便玩一下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投影应设一个处理的问题 还有一个类似的方法 dbdsdividends 得到一个cursor forEach 它同样也是传进去一个function 才说是这个document 就是每条记录 那我们给document干点什么呢 我们print 我们print document 这等于我们来写那个 就是for loop 那个差不多 是把名字全打出来 但这个就是给你 前面那个map 就是你要retend一个value 让它把你再拼装起来变成一个结合 这等于你数据的一个转换 这个就是说我对每个数据 我做一个处理 对吧 好那我们再学一个 也蛮常用的 而且可以映射我前面讲过的锁引的结构 就是hint 因为前面我们讲啊 我们这个数据的这个查询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它自动帮你找个锁引 对吧 它觉得用哪个锁引合适 就给你用哪个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 不行你就得用我给你指定这个锁引 前面我不是对这个年龄和GPA 做了个锁引 我就想说 你必须得用我这个 年龄和GPA的那个锁引 大家看写了六条基础 咱顺序变了 我给大家看的更明显一点 咱们这个顺序变成什么样 咱们投影一下 咱们 只看年龄和GPA 大家可以看到啊 对于这个复合锁引是如何排序的 先按你的这个第一个字段 年龄来排序 年龄相同的 再按照你的这个次要字段 GPA来排序 很明显一个结构 因为我强迫它使用了这个复合锁引 它从这个复合锁引 拿出一条记录 就会按复合锁引的顺序 那复合锁引的顺序 就符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东西 这个是Hint 然后我们给Hint完之后再Explain一下 其实Explain也是这个 看它现在走了这个Btree的这个Cursor 它里边可能结构是不同 可能是Btree 也可能它是basic Tables干出来 但是如果我从外边来用起来 一模一样没有差别 我都可以用这些命令 这些方法 这样就可以呢 来操作我们的数据 或者说更好的处理我们的数据 但如果说你用一些 你在块下变成 比如说你在Rubion Rails 你使用一些芒果DB的东西 或者我们Java里边 它都也有类似的概念 是Cursor 也是帮你就是说 这么一条一条的 然后你可以拿给它记录 其实都差不多 那我们呢再把这个东西扩展一下 因为Cursor的方法 其实特别多 咱们可以搜索一下 这个 提供了好多好多方法 推荐大家课后呢 把这个阅读一下 好呢 其实有一些各种的这种结构 还有些Badge 还有些东西 大家可以自学一下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我推荐大家呢 就是说看一下官网的内容 把我没有讲到这些课子的方法呢 最好能够自学一下 好 好 好